今年一月二三,元議員的民調 大文青派人、日美人的家來接電話 這裡的逢坡和出行 一直到今天,今天也是我們選舉的名票的第一天 已經正正有七個月了 其實這段期間七個月來 我已經正正正六個月以上 一遍又一遍 最好在七月三十一 我也很期待說新的主委 可以有這個勇氣來支持公平和正義 但是一樣是一張空 但我的感覺很奇怪就是 既然我曾經這麼多年一遍 你連一張牌也不敢回 我覺得他們到底在怕什麼 廣東部你到底在怕什麼 這段期間你都來找我 我表示很感謝 但是你廣東部來找我 圓圓圓圓圓圓圓都不敢去說到民調市府的事情 你都說到要替選 你都說你選不到 不敢去做 反正說 你如果選到 上頭的大人 來把這個大人 來把這個大人扶選 你看怎麼做 所以我已經覺得說 在民進黨裡面 在廣東部裡面 我已經沒辦法 找到公道了 所以我今天正式來選擇 我提出民進黨 回國在2005年 頂選領委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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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萬年的時間 對頂選頂選領委的點點滴滴 一起跟民進黨的同志 一起打拚 真的有很多不敢 和親親的感情 這段 從我將前以來 我都承認到 民進黨 清涼、慶靜、愛用、愛向土 這份的基本結論 也有民進黨 在我們三星鄉 是發光、發熱 但是呢 今天 為了 要來 追求一個 真正的公平正義 所以我今天 退黨民智 很 願望說 舒緩 不可以讓我 一個 的 下路 廣東部 或不可以讓公道 我們在這裡 要請我們三星鄉 鄉親 在這裡 用我們的選票 來公出公道 我 相信 公益 一定可以 換回的